我现在是在苏州,现在我身后就是林彪在苏州修建的一处遗址 它叫571遗址,现在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这里是在一个宾馆的里面,旁边的这个房子叫蒋伟国故居 它是蒋介石儿子以前住的地方 但是这里面不让参观,现在是酒店的客房 571公正遗址就在隔壁 门口放着一辆红旗车 这个车就是以前林彪坐的 这个车应该都是防弹的呀 我看了一下资料,它的自重有3.2吨 用的是V8发动机啊 我们看一下里面 这个车保存得很好啊 类似什么的也很新啊 这是进来的大门 这个大门非常的厚啊 应该是那种防爆门 看一下,整个门非常的厚 从这边呢就能下去了 感觉这个整个遗址啊,在地下很深啊 从这里有楼梯可以下去 现在我们一起下去看一下 一下就感觉这下面非常的潮湿跟硬凉 下面的潮气非常重啊 这边有个以前又能那种老实开关 墙上挂着很多介绍 林彪第一次入住南园 这个南园就是现在这个酒店的所在地啊 南园宾馆 感觉这下面特别像一个防空洞啊 很深啊 非常的狭窄 林彪在南园的三次接界 据说啊,这下面啊 以前是一个秘密的指挥基地 像现在解密的这些秘密遗址啊 它的名称啊都是用当年的日期来命名的 这边放了一些箱子 有铁的有木头的 上面写着小心轻放 防潮防燃 这个箱子啊 一看就知道是干嘛的了 但是啊 这个在视频里不能说 大家懂得都懂 对这个比较熟悉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这也是一个储备箱 小心轻放 这些老的铁皮箱啊 还有这个木头箱啊 都是当年留下来的 可以看到已经腐蚀的很严重了 因为这下面的潮气非常的大 那么这边还有一排 再往里面走啊 已经走进来很深了呀 这下面据说是四通八达的 现在只开翻了一部分 前面这有个小门 到了一个四查路口 这边可以往上 然后还可以往下 往下就感觉更深了呀 我们先到上面来看一下 这上面这个更窄了 上面这个感觉 应该就是到地面上去了 但是这边现在封死了 每隔一段路啊 它都会有一个这种防爆门 这种门在一些防空洞啊 比较常见的 这边还有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有点像锅炉房啊 里面放了一个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像通风管道之类的 上面写着空气两个字 1961是空气过滤器 这个可能就是最早的那种空气气化器了 现在上面都是水珠 这下面非常的潮湿 这边还有个小门 有点像一个秘密的通道 逃生用的嘛 这里还有两个小格子 应该是放电话用的 里面还有电话线 好 现在我们往右拐到下面来 这下面感觉更深了 同样的也是个防爆门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门跟我的手掌一样厚啊 左边应该就是连接 刚才那个机器的管道 阀门非常的大 这前面啊 就是一个办公室了 以前林彪就是坐在这里指挥的 这里面还专修了一下 铺了木地板 这个位子可以说是指挥中心了 有一个木头桌子跟一把椅子 隔壁还有个房间啊 隔壁房间翻了两张沙发 这个应该就是开会的地方 临时地下指挥室 旁边还有个柜子 这些沙发跟柜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原物 这个柜子有点像 这边这是厕所吧 这边还有个厕所 厕所非常的小啊 只有一个洗手池跟一个马桶 厕所的门都这么厚啊 说明这个地方不简单呀 它不仅仅是个厕所 而且还是一个逃生通道 看到这边有一个梯子 从这个梯子一直可以往上爬 爬到上面另外一个通道去 上面已经封死了呀 现在是爬不上去了 但是这个梯子保存的还是很好的 现在我们再往这边走 前面应该就出去了 但是右边还有一个小门 这边还有个小通道 这里啊全都是水啊 说明这个地方的排水系统 已经失效了 上面下雨的时候 水会往下面灌呀 我们往前走一下 这个通道特别的深啊 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 这边前面封死了呀 走不过去了呀 说明当时设计啊 这个地下工程的时候 下面真的是四通八达呀 真的是花了不少心思啊 这里有堵墙啊 这个墙一看就是后期 里面是空心的 应该是用那种空心砖码的 往回走吧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灯的话 感觉有点吓人啊 尤其是对那种 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来说 还好我没有 我去过这种地方比较多 这边的墙面都已经波露了 说明这下面的地下室潮气非常重 这个地方积水啊 一时半会是散不掉的 除非是拿抽水机给它抽出来 从这就上去了 我在下面走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在上面出去是在哪的 这种老式的开关质量非常好啊 这么多年还没坏 好现在上去了 一上来马上就开始热了呀 下面可以整个凉快 哦这边 这边是我刚才来的地方 这是在这个酒店的入口这一块 刚刚从里面出来了呀 这整个地下工程就像一个防空洞一样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有机会到四周来 可以过来玩一下 很近 地图上一搜就搜得了 名标5711只 好那这个视频我就先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